嗨 大家好 午安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由慈济大学教职中心数位教学组所举办的线上活动 我是主持人慧云 随着我们现在AI的技术不断的发展 其实在我们的职场或生活中会看到更多的新兴的AI工具产生 相信大家近期应该最常看到的有ChatGPT或者是AI生产图的工具 那像我们这些工具其实在现在我们职场或是生活中 其实都可以方便的运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老师的角色 我们可以如何运用这些AI的工具在我们的教学现场中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军益资讯的执行长林彦秋老师 来跟各位分享以及操作一些实用的AI工具 期待我们课程后老师们可以运用到自己的课程设计中 提高学习之类的丰富度 优化教育学的体验 那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呢 我们先邀请子季大学教职中心社会教学组的组长 林彦如老师呢 来向我们今天线上的伙伴们呢 打声招呼 彦如老师请 大家下午好 我是彦如老师 今天很开心啊 就是线上来做这样的一个AI工具 在教学现场的应用技巧的一个演讲跟说明 今天非常荣幸啊 还是邀请到我们军医资讯的彦秋老师呢 他也是一路陪伴我们慈系大学在不同数位工序的熟悉啊 还有应用的层面 那许多单位知道我们要邀请彦秋老师的时候呢 都说你们实在太幸福了 这是他们觉得在数位教学上面资源应用里面 最最最最最最最推荐的老师 因为呢 他具有三项特点 已经帮大家写上去了 那口条清晰 逻辑鲜明 不懂的都说到你懂 然后呢 还有一个研制担当 学资讯的时候这么的苦闷 美好的事物伴随着我们 那我们一样啊 在留言串里面呢 大家可以用表情符号 或者是呢 还没有找到表情符号的伙伴们 可以打个8好了 类似我们的拍手888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 燕秋老师来陪伴我们 教导我们如何应用这个AI工具 在我们的教学现场哦 欢迎燕秋老师 好 谢谢 慧瑞老师跟慧云的介绍 我是比较喜欢那个 颜值担当啦 好不好 下次我会放大 下次我会放大 讲得好不好 无所谓啦 OK 要不要紧啦 最重要就是颜值担当 好 所以记得下次开场都要这样介绍 哪个学校不介绍我就不去了 好 OK好 来那 早上大家都有听吧 好像不一定对不对 OK 不一定 好 刚才 这一个 这一场次会再难 难吗 好啦 就是再应用一点点 我们刚前面讲的是 比较偏向于 确实GPT的一些观念 那生成是AI这个领域呢 它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难 那我觉得它用在老师身上 有一个很有感觉的应用的点就是 霍尔老师我要问你问题了 是是是 您做简报的时候 图片去哪里拿 图片 哦 因为我有订欧365耶 哦 这样哦 我有开机啦 我有开机 哦 好啦 那 OK 那 如果没开机怎么办 你上面有帮我帮我帮 燕秋老师有教过 用Fed Icom也可以的 OK 很好 好来 老婆老师我可怕 看着请还要被 要被抽考 OK好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确实GPT 不对 生成是AI影像 对老师最有感觉的就是 图片 生成出来的情境用途 例如说我们教学的时候 不是会用一个简报吗 那当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你那些图像怎么来的 我知道各位老师们 都是到网络上去找 图库网站 对不对 就是像 惠罗老师花钱去买 Ten吧 也可以啦 ACD 但是它里面都算是图库 我想要有A有B有C 怎么办 好不好 接下来就看我的教学咯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今天的主题呢 会是以生成是AI为主 那因为有些老师呢 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清楚 你们没听过我刚才的课程 所以我想做一下调查 好不好 刚才早上那一场 就是刚才才前半个小时 这一场次的课程 没有听的 没有听的 你帮我回数字1 好吧 我看人数 没有听的哦 因为我要接下去讲 它有些东西会有相关联 好 如果没有听的 就回个数字1 OK 好 有听的就有听 OK 好 来 为什么 生成是AI这一大块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有刚才提到的 好 那没有听过也没关系 可以再听一次 好 所以有些人是没有听的 好 没有关系 来 那 慧云给他们影片补课 好吧 拜托 前面那一段很重要 要补一下课 要记得有空听一下下 来 谢谢 好 那我们来往下看一下 生成是AI这一大段 其实呢 就是人工智慧的一个环节 不好意思 我还是带一下下 那我们刚才有解释 就是人工智慧里面呢 它有另外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就是 我们现在这么红的 生成是AI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创造 创造性工作 所以呢 它可以 不好意思 我开个东西 因为它是创造性的工作 所以它可以产出 才会让人家觉得 哇 好可怕 我可以就我想要的东西 跟它讲 你帮我产出什么 所以呢 你怎么跟它讲 这件事就会很重要 对不对 那它如果可以产出出来 就会变成 改变了很多的生态 那它改变了一个 对老师们来讲 蛮有感觉的生态 就是图库网站 我觉得它有些图库网站 是可以被取代掉的 真的是蛮可怕的 这一大段 那当然在商业市场 或者是设计领域上面 图像也有它的 存在的价值 这个等一下老师会再分享 好 所以它是比较拼向于 创造性的工作 那TRAID的GPET 你们都听过 它就是文本 文本产生 所以它产生字 影像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C选 它会产生的是跟 图像类型有关 但是 产生图像这一个区块 它不是 很单纯的 它必须要 第一个 你要有文本的产生 透过这个文本来产生影像 那当然你的文本 目前 除了我看到的是Canva 它是支援中文 其他的目前都还是要用英文的 所以呢 你可以用英文 给它 叫它翻产英文之后 去产生你要的图像 这第一种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二个才是 真正世界会改变的东西 就是 在所有我们常用的 工作流程的软体里 借接加入AI工具 我举个例来讲 我们以前早期在使用PowerPoint的时候 PowerPoint里面的简报 图片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 那我是不是就要到外面去图库网站找图片 而当以后PowerPoint里面 就像慧如老师他是用订阅的 订阅的话呢 在上头的插入 这个工具里面 好 插入里头 它其实就有这个小压压 图示功能 图示工具呢 是PowerPoint里面 它自己所提供给我们的图库 包含Canva 也有这种图库工具 那这些图库工具呢 它是依附在我的简报里面的 所以意思是什么 我不需要另外再开新的界面 新的浏览器 我直接在这个界面 我的工作流程中 我就可以使用它 所以呢 我自己有预期到 再来没多久的时间 这些AI工具 慢慢的都会整合到 所有各自 我们正在用的工作软体里 例如像是微软的产品 Google的产品 Adobe的产品 他们一定会借借进去 让我在这个软体里面 可以快速的取用 这些具有AI功能的一个 一个辅助工具吧 应该这么说 好 所以所以哦 改变的是 影像生成的一大块 我们可以不用再像刚才一样 去搜图库 因为你图库要找到非常契合的 有些其实会有难度 那我也可以透过它 帮我生成我要的情境图像 用在教学上头 用在简报上面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对老师们来讲 其实影响还蛮大 就在图像的这一大块 那当然它其实对商业会更有感觉 尤其是设计学院的 那或者是像 我是在传播学院里面兼课嘛 传播学院学生要做脚本 他们的脚本表 以前是要画画 现在如果不太会画 它就可以用影像生成 生成概念拿进来用 所以等一下我会举几个例子 让老师们感受一下下 它可以怎么样应用在你的教学端里头 好那一样不免俗 我教课不会只有讲观念 我一定有操作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 一步一步逐个来操作 怎么样去产生这些工具 那今天的功能 比较多 这一场比较多操作 这一场里面呢 老师等会我会搭配的是 我会透过文本 先产生好文本之后 丢到影像中 我会用这两个方式来进行互搭 这样的话老师就会感受到 QHPT的文本产生后 再如何借接到影像 并且工具上使用呢 我会用的是QHPT 还有 来 米余里本来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但是因为后来 你们都有看到新闻嘛 它现在已经关掉免费使用这一块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它 就一定要付费 那当然付费不是不行 只是说 我今天上课 如果我用的是付费的账号来上课 老师们回去啊 想要试用 是完全没办法试用的 因为你们都要付完钱后才能够用 所以我就把它 从我的课程抽掉 那我们就换免费的工具 那等到您的工作上面 真的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再来说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今天会用 李奥纳多.AI跟Canva 这两套软体来介绍 因为Canva里面呢 也加了深途的软体进来了 工具都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来让你们讲一下 单独使用的情况下 您可以怎么用 整合到工作流程的时候 您又可以怎么做 好不好 我想要讲这两大块 所以等会儿会需要让你们操作一下下 那可以跟得上的老师们就尽量跟 跟不上的话没有关系 影片可以再回去重播 你再回去观看就好 好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咯 来 那我就预期大家是会用ChatGPT的好不好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重复上一场的内容 好 来首先 假设我们先走几个情境 几个情境 第一个情境是 如果老师现在啊 想要用ChatGPT来帮我产生简报 因为我们是老师嘛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教学应用 我想放在简报上头 简报怎么去互搭这些生成式的工具 那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做一份简报 我希望这一份简报呢 可以有主题嘛 然后内容的部分 可是我现在都还没有开始上手 就开始做 我想要有点雏形出来 请ChatGPT来帮我 那记得我们早上那一场 大家有在讨论一件事 就是一个是创意发想 一个是内容的正确度 正确度的部分的话呢 我把简报这一块定一代内容发想这一大段 我们就不管它的正确度这一段 那因为老师们做简报本来就会去确定它的正确度与否 所以这个就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来首先例如说 好我想要来介绍一个数据分析 好我先问他 例如说我的课程内容 制作 好我直接跟他说我要制作简报 那你要跟他讲几页哦 制作简报共五页好了 好我要给他五页的简报 然后呢来 我给你们一下小抄好了 好不好 因为你们要打好久 对但老师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 这是我的小抄 好我要贴给你们吗 还是你们看这样也可以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 好如果我要用做简报 我用这个哦 来我先解释一下下 这样就不用打那么久 不然时间上都来打字 好假设呢 请用繁体中文 因为他有时候字啊会乱跑 好他字会乱跑 所以呢请用繁体中文 写出一份 共有六页的投影片 好那不好意思 我这个小抄档啊 慧云我放在那个页面给你 你再帮我给大家 就是我等会我会做的范例 不好意思吗 马上好哦 这样你们就不用再打字了 我小抄放上去咯 再麻烦你一下 谢谢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怎么做 来老师现在呢 把这一句话贴上去 我先解释哦 我们在使用像这样 请他做简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第一个 你要跟他讲语言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我是英文老师 我可以用英文做成英文的简报 好总共有六 几页 我用五页就好了 五页的投影片 内容为数据分析中资料表的相关观念 那我没有要放图片 所以你不要给我图片 不需要图片 然后呢 只要有简报的页面跟标题及内容 好所以 我有简报页面的编号好了 我改一下下 你们可以自己修改哦 老师可以把它改成你的课程 好我要简报编号 标题跟内容 就是大标 然后还有内容的部分 OK 好 然后再往下 下面的话呢 排除 我不想要讲 软体下载跟安装方式 所以这个帮我排除掉 那请你不要描述跟标题相关内容 有时候他就是会那种文字堆砌 看起来就很无聊 所以你跟他讲说 请不要跟 不要去描述那个标题字 这样就好 你可以跟他这样讲 好来 Enter 当你Enter送出去之后 他就帮你规划同影片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讲这个主题观念 你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的时候 你可以试看看 他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适合你要的 你要不要拿进来用 那再来他有些关键字是有问题 像什么prime key有没有 那个什么key 主key跟外key 好像跟我们的讲法不太一样 那个老师再改就好了 你再把资料做修正即可 然后第三章讲 所以你的概念 第四章讲过滤跟排序 依此类推 所以你看 他现在就会用文字的方式 帮我把这些资料条列式出来 OK 好 那他可以把它条列式出来之后 我要做简报 相信老师们都知道 如果我是用PowerPoint 我不就是把这个简报复制 贴过去 复制 贴过去 对不对 好来 我教你们一个比较特殊的应用 好不好 我最近学的 我也觉得蛮好玩的 我教一下你们怎么做 好 如果我现在用它产生的资料后 TradeGPET这种AI工具呢 你要试下自己修改 产生了之后呢 它都是条列资料 当它都是条列资料的时候 你变成你要再加工 你会需要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比较花时间 了解吗 所以啊 您可以跟他讲 来这里 好 有几种方法 我们先教你放图片 然后等一下教你们把它改成表格 好来 第二个 如果我想要让他刚才写的东西 变成图片 有图片的 这样了解吗 我希望他帮我做简报的时候 一个是有文字的 然后再服以图片 好 那刚才那一题跑完就让他跑一下 那第二个是如果你在上面呢 需要有图片的话 图片 表格我们等一下再讲 图片的话像这一题是 如何学习CHPT的主题内容 一样五页简报 每个简报要有个标题关键字 内容要有三到两个重点 就是条列重点 每一页简报要搭配一张 跟标题关键字相关的图片 显示图片的时候使用这个语法 有没有看到 这个语法 那这里的话呢 你如果拿到我这个简报 这个页面的资料呢 麻烦各位同学复制一个小地方 这里 显示图片使用什么什么什么 老师您记得上面这一区 通通你可以自己修 下面这一个区块 你可以照我的语法 好 那这个语法是什么 因为CHAT GPT 它理论上逻辑是用文本产生的 所以你下任何语法指令给它 它都是出现文本 可是啊 它其实是可以从网页 去捞图片进来的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不叫深途哦 这还不算深途不算深途 所以呢它可以到网路上去捞资料 然后捞相关图片放进来 而它要去哪里捞 它去哪里捞呢 它到这个 UNSPLAS 这个网站 它是什么 它是图库网站 好 这个网站呢 它是一个开源的图库网站 那也蛮有名的 Canva它合作的是Pixel 好 P-E-S-P-E-L-S 它Canva里面的图像呢 只要你看到免费的 几乎都是Pixel来的 而这一家是跟谁合作 它是跟Notion Notion里面有很多的图像 可以直接放进来的 都是跟它合作 那它是开源的 这个图库网站你们也可以记下来 它也非常的好用 你平常上课的时候也可以用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老师刚才这个语法是什么意思 我的语法就是 请它到图库网站上 帮我找类似这个关键词的图片 图片的尺寸呢 我要求的是960乘上640的尺寸 后面是一个参数的意思 你就照着打这样就好了 了解吗 那网站一定要这一个吗 其实也没有 但是主要是你要看哦 这一个图库网站的网站功能 有没有跟TrackGPT借接 它也没有API借接 像他们家是有 所以我才找得到它 其他的我没有找到 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你这个知道一下下 好来 所以假设我们刚才产生文字而已哦 它会变成条列式 现在呢 好我再把它贴上来 老师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一样也是产生条列式的资料 可是呢 它这个资料就会夹带图片 看到没 第一个 好 投影片一进行课程介绍 它课程介绍 你看放这张图 是不是有点 情境上会是比较符合的 而且重点是什么 都不用找 知道吗 我就可以用它 马上帮我产生一张图片 但它的图片不一定非常非常精准 我还是有看过它图出来蛮诡异的 就是怎么跟我的主题 我觉得不太像 但是它里面可能抓到一两个关键词 它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第一个是OK的 好那它就给你内容咯 然后再来第二个语言模型基础 它找不到图片 因为它不晓得语言模型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它找不到图片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去修改它的内容后 修改这些内容 因为我刚没有修 就直接贴而已 然后贴上来之后 你可以再去就它的内容 请它为这个关键词帮你找一张图片 以此类推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生图的方法 生出图片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那生图完之后你就是右键复制 就把它复制走了 这样了解吗 OK好 所以这是生图不对 应该是用ChatGPT是Match 符合适合的图像 拉进来用的方法 这招可以学一下 那有些老师可能觉得 不用让我去搜图了 可能方便多了 例如说你就可以用刚才那个关键词啊 不一定要像整页嘛 你可以用老师刚才给的这一行字 好 请他帮我找什么呢 帮我搜寻 那个相关的 例如说开会 寻找数位教材 主题的图片 然后像这样 寻找图片时使用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之类的 送出去 你可以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 他就会帮你去找数位教材 你看 一堆 对那因为我没有跟他讲几张啊 他就一直帮你找 看懂吗 这样就可以找图 所以这个图的这种方法的好处啊 或者是你列给他 你有几个大的station 列给他 他就会跟你知道说 这张图是什么 所以你老师在找图上面 就不用说自己去花时间 找图其实蛮花时间的 但是他给我也没有很精准啊 因为我给他的是数位教材 这么庞大的广义字 他就不适合 知道吗 可是如果你可以给他很精准的 例如说 两个女生坐在地上 一个拿书 一个拿电脑 他就会帮你找得出来 所以知道一下下 透过这个语法 要记起来哦 透过这一个语法 你们就可以去 在ChatGPD里面 请他帮你用搜寻的方法 找到适合的图片 比你自己早 还要省时间 这样了解吗 关键字内容下的精准一点 他会找得更好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 惨图的部分哦 来再来第二个 那我们刚才的前面这一个例子 你们要试看看吧 应该可以试看看 来边做咯 边做边讲 那老师刚前面这一个例子啊 好我把它加一个新稿了 因为跟图片混在一起了 好我们刚才第一个部分呢 是不是请他先帮我做了这一个投影片页面的产生 好那我 我这个先丢一下 那因为他投影片页面产生呢 出现的内容是条列式的 有没有你刚才有没有发现 他呈现的数据相关内容就像这样 对我一下下哟不好意思 这个他就这样投影片一 然后标题内容一堆 投影片二标题内容 来 有没有发现 他是具有结构性的 所以啊 您下一次啊 好如果你下一次的时候 进来词啊 好我在这一个位置 我想要让他变成表格 像这样 如果我想让他变成表格 对不对可以画表格哦 蛮厉害的哦 好怎么做 你就可以指定 投影片一 可能就是第一个 标题 内容 好因为他产生的简报格式 他是具有结构化的 一层一层一层 你看投影片二 标题内容 投影片三 标题内容 依此类推 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哦 来 你看一下我的下一个提示词 我这边写什么 请用三个栏位的表格 跟他讲 列出 我先让他跑好不好 然后老师我再来解释 我先让他跑 因为跑需要时间 我先让他跑一下 好我把它复制起来 好我先让他跑一下下 来 我请他用三个表格 这边 好跑到下 你看自己变表格好可怕 我第一次看到我有点吓到 我想说是什么东西 他真的变表格耶 你看 用三个栏位的表格列出六张简报 简报的主题为资料分析 讲明确很重要哦 而且你要跟他讲第一栏是什么 第二栏是什么 第三栏是什么 你看 第一栏呢 用简报编号 编号 第二栏是标题 你看标题 第三栏 第二栏呢 还要再解释哦 第二栏里面最多就只能够八个字 因为我觉得标题不要太长 要有点断句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寄送 好 记忆背诵 所以我就是用字数的限定 第三栏呢 是标题相关的内容概述 叫内容概述 然后呢 内容概述需要直接说明 什么东西呢 好 资料分析的重要性 适用情境 常用的分析软体 以及各分析软体的优缺点 这是我想要的 好 排除 老师这个学一下 这个好好用 做简报的时候很好用 排除什么 什么什么说明 什么什么介绍 什么什么描述 什么什么探讨 什么什么探索 那个都太空洞了 那个都可以跳过去 好 所以我就排除这些内容 然后呢 要用初学者哦 因为是学生都是新的 好 他排出来这六章 是真的还不错 我个人觉得啦 就会是像资料分析的 一些前期的概念 有相关的 所以你看 软体他还帮你列出来 Excel Powerpoint跟Table 他都帮你列出来 所以你看 他这个是列出了 这样的一个表格 所以从这个例子啊 你会发现 哇 原来他竟然可以把 文字型资料 转成表格 那我这个是这样写 以刚才的上面 这个例子来说 他上面那里 已经跑完了后 你也可以下语法 让他改掉 也就是说 如果他出来的是 条列式的资料时 你就在下面写说 请帮我转换成 几个栏位的表格 列出 第一栏是什么 第二栏是什么 第三栏是什么 他就会帮你 把你上面所做的 内容转换成表格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我要让这些资料 等一下下 快速的 在Canva里 产生简报档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来 帮我把这张表弄出来 不管你要弄什么 就是要一张表 好不好 来 给你们一下下时间 把这张表产生出来 在去HPT里头 先让它跑出来 好 先让它跑出来 好 先让它跑出来哦 好 我要不要计时一下下 就是跟它讲表格描述 然后照我的小抄也可以 让老师的小抄跑 至少老师们再改成你自己的东西 也是OK的 如果你的Tri-GPT在跑的时候 它有出现那个红色的Internet Error 您重新整理就好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 也应该没有塞车的问题 啊 我按到Line 对不起 我先把它关掉 好 我要计时才对 好 剩一分钟 自己乱讲 好 剩一分钟 好 那等一下老师 我等你们的时候啊 我先讲 我等一下会在Canva 来将这些文字型资料 丢到Canva 我要加一个Canva 它也没有很新 有一段时间的功能了 但是我觉得挺好用的 它有点像Word的合并列印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文本资料 后出来了 直接抛过去 然后它会变成是简报 那再用生图的功能 把图像伸出来 好 我想要做这一连串的教学 好 所以你们可以试看看 对 跟小抄跑 跟小抄跑 好 来 那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的是Canva Canva里面它其实有一些AI工具 例如说它有一个什么 Magic Writer 然后一个什么生图 我觉得它的生图还可以玩看看 但是提示词蛮重要的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的是Canva的教育版 那词大的老师应该都有开通过教育版吧 我之前在词大上过几次Canva吧 我有印象 有开通 如果没有开通或忘记的同学 没关系 去炒会如老师 没有啦 对 去问看看 应该词大有词大的方法 去开一下就可以了 来 那等一下一定要用教育版哦 因为这个功能是在教育版里头 好 来 我们看接着怎么做哦 老师来到Canva 那Canva我就一样也不从头教 我们就直接从简报下手 进到Canva里记得一件事哦 您一定要是教育账号 因为这个功能是付费版才有的 那教育版是免费给 好 所以是Education的账号 左边我现在出现的是教育 所以代表着我的教育版是开通成功的哦 来 那我们要使用的是什么呢 简报 所以老师们可以在简报里点一下 现在的科技工具啊 越来越多都是线上版 而且呢 很多的工具都开始来玩混搭 只要你会用混搭的 好 就是会有创造很多很多的无限可能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混搭的应用 好 那我现在呢 进到Canva里头之后 我们等会要把这五页 六页的简报 变成一页一页的页面 那通常简报嘛 所以我会希望他们的layout 版型是一致的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在Canva里面 做什么呢 来旁边的设计 老师们您可以去挑任何一页 你喜欢的页面都好 就是找一页当成layout OK吗 好 那我随便找一页好不好 好 例如说我看哪一页最适合 好 这一页好了 这一页 好 我把这一页当成是我的简报的模板 所以我这六页的内容页面 等一下呢 我会希望标题在这 内文在这 您还可以加投影片的编号 然后这个图像 等会用深图的方式 各自换掉适合的图像 那我想要的情境 我由它来帮我呈现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简单的 改一下下这个版哦 好 那首先来 这个第一个是标题 所以我不用到两行 因为我字都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先排成一行的样子 让我自己知道一行的样子是这样 好 第二个 不好意思 按道 来 第二个是内文 内文的话呢 我用这个当内文 因为字想大一点点 然后你只要给宽就好 因为高度它会自己增加 那这两个字的内容先不用管 这两个字的内容都是 等会要放进来的文字预留区 放文字用的啦 这样知道吗 好 来 再来 这里要放一个那个投影片的编码 好 所以我们加一个 好 文字方块 打个数字就好了 然后呢 把它摆过来 颜色什么的 老师可以自己再去设计 也就是你要做出这个简报的layout 一个版型就好了 OK 好 这样子就好了 来 那你做完这个layout后啊 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来 这边有听懂吗 好 因为这一段真的是比较 比较难一点点 复杂度多一点点 好 我把这个layout做好 等一下我要做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 好 来 我先给你们做layout 好 到Canva里 但不好意思哦 个人版不能用哦 他一定要教育版 拜托 一定要教育版 好 来 给你们两分钟 老师今天很小气 两分钟 好 两分钟把这个layout做出来 那要搭配着您刚才的简报 生成出来结果的栏位 我有一个栏位就对应一个文字方块 一个栏位就对一个文字方块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先把栏位对出来 好 换你们 好 有问题就留言没关系 今天操作真的比较多一点点 好 这样 2分钟 太好了 它能做完 双方 版...您等位可以看看啦 然后版权的问题 免费版同学等位是不能操作啦 所以可以用看的 先观看看看好不好 然后 版权问题的话呢 目前啊法律其实还没有制定出来 而且这个我觉得还是在争议当下 因为生徒的逻辑啊 其实它是综合各家的 综合各家的资源 所以像我有看到报导 就是国外的新闻 有在讲有一群设计师 他们已经联合起来 想要控告OpenAI 那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作品出来之后 都有一点点自己画风的一些 影子在里头 那也没错 生成图其实它是在大量资料库里面 找例如A的画家 加B的画家 加C的画家画出来的东西 所以其实讲白了 它也是融合别人的东西 所以这一段法律目前还在跑 那老师现在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说 他现在是侵权与否 可是可是可是 我看过很多很多发表出来的作品 例如说像台大他们之前发了一个文章 那文章里面特别介绍的是 学校如何去因应CHATGPT这一块的教语学的一些概念吧 就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它最后一行哦 我拉到最后一行 它有很多的联合作者 就是好多老师 其中有一个老师叫做 就是他们所有的老师全部写完之后 即CHATGPT 共同撰写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担心版权的问题 老师们就在上面加上 就是图示 CHATGPT 生图 或者是什么什么 哪一个工具生出来图像 跟他讲就好了 就像我们的引用来源的逻辑一样 但是一样的 这张图片可以让你生出来 并不代表你有权利拿去出书 拿去贩卖 那个就一定是侵权 这样 那是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我们拿来做教学的简报使用的话 目前是没有订定它的版权的一个归属 但是老师担心的话 您就是加引用来源就对了 它的引用来源就是CHATGPT 这样知道吗 或是生成之类的 这个就大概知道一下下 好 那我们再往下 我们再往下 来 老师我们现在这一页做好了 那这边就要专心听 因为很多老师会拉到这个步骤 我现在想要在CHATGPT里面 把刚才的文本资料带过去 并且在里面做生图 生一张图片出来 生成图像出来 所以呢 我在这里 在那个Canva里面 左侧工具里 来我把一些功能先关掉一下 左下角会有一个功能 它叫做应用程式 这一颗 应用程式 老师点一下应用程式 点进来之后呢 好 往下哦 还没有 往下 这一区没有颜色的 黑白的都是Canva他们家 本来就有的内建工具 那近期呢 比较新的功能 但有一段时间 我看到它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 就是这个大量建立 OK 那下面这一堆就是它的好朋友 它去跟人家谈合作的 好朋友们 来这里 其中里面呢 老师会看到一个功能 叫大量建立 它是什么 有一点点类似批次的逻辑 那我看到它的第一个 我的脑中生出来的词 叫做合并列印 它真的就是合并列印 好 什么意思呢 我先解释一下 我们等会呢 会在这里 它里面有三个步骤 然后呢 有分成手动输入资料 或是上传CSV 而我的档目前来源 资料来源是在 刚才的ChatGPT的文案里头 所以我等会用手动输入资料的方法 好 那它里面会类似一个 Excel的表格 你把资料贴给它就好 等会的逻辑是这样 我有三个来源 这三个栏位的来源 在第二个步骤的时候 要定义 就是所谓的指定栏位 指定说这个栏位产生的是 ChatGPT里头的标题 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投影片编号 我要指定给它 这样知道吗 好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哦 好 首先呢 我们点手动输入资料 进来这一个画面之后呢 你会发现上头有文字影像 影像的话是用档案 它可以合并列印 合并档案进来哦 所以你可以用其他软体 深图完之后 把它的网址放进来 然后就可以摆好 这是一种方法 来 那我们简单一点 老师进来之后 这边有姓名跟电子邮件 改掉 名称你自己打 那我们刚才的ChatGPT里头 是三个栏位 一个是投影片的编号 两下可以打字 标题 好 再加一个栏位是新增文字 第三个呢 我们加内容 好 这样就好了哦 再来呢 内容部分 不要打不要打 直接回到ChatGPT里头 透过反白 透过反白 Ctrl C 回去 Canva里的第一栏 应该第一个储存格 贴上它 它会全部都进来了 好 全部都进来了 好 再来 那全部都进来之后呢 右下角一定要按下 完成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第一个步骤 指定给它 我们称之为资料来源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要跟页面资料元素创接 所以我用它 帮我产生的这些 简报的结构后 我不需要花时间去 卡比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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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这里来做比较快 所以呢 我就跟它讲 我要识别栏位哦 那这三个栏位目前没有勾勾 代表我都没有加 我还没有识别 好 怎么识别 点栏位 在这个栏位上右键 跟它讲 请你帮我连接资料 栏位上头按右键 然后呢 选连接资料 连接到谁呢 这个是谁 这个是标题 你就把标题勾起来就好 你看哦 我把它勾起来 然后连接资料 连接到 好 标题 点一下标题就好 好 它就变成标题的字了 所以不是宁打的哦 不是宁打的哦 再一次哦 点内文 然后内文格式要先设好 要不然你之后来改格式比较累 知道吗 先设好 颜色大小啊 字型都设好 再一次 右键 连接资料 内种 好 那下面这个 投影片不要 你要或不要无所谓 不连接无所谓哦 知道吗 可以有多余的栏位 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要连接完哦 好 点一下后 右键 页面的 对不起 连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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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到编号 这样就好了 那它变大大的字 不要理它 因为我们刚格式有设好 OK 好 接下来呢 厉害的来咯 请按下继续 好 刚才上一个动作 不好意思哦 有看到三个 勾勾都勾起来咯 来继续 这里面它就是问你说 你刚才贴进来的那些资料们 有六页 那你以后有好多好多页就可以放进来嘛 它问你说你是每一页都要吗 OK 我都要放进来 假设说我都要放进来 好 按下 产生六个页面 当我等我按下去的时候哦 它会在右下角地方产生六个页面出来 这超厉害的 知道吗 就合并列印啊 你看 我点 好 做完了 等它一下下 它会另外再给一个新的档案哦 你看 资料分析 清理 视觉化 探索 分析跟挖掘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 合并列印 就是合并列印 只是说 Canva带了合并列印进来 我也觉得蛮神奇的 就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就会尝试着 有一些脚本内容什么的 我就用它跑 跑完之后呢 再带过来 让我把页面补好 那我就是一页一页资料就会有了 来 这个有没有听得懂 还行吗 好 那有账号的老师啊 可以试看看 记得要用学校新箱注册才可以用哦 没有账号的老师没有关系 你就听看看就好 知道这个功能 好吗 OK 好 那我带进来这六张图片之后 因为它们类要是一致的呀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 来 第一个 例如说在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这一页的时候 这张图我觉得不适合 所以呢 我要把这些图像们 通通换掉 我要换掉 好 那怎么换图 换图里面都用过Canva 我是不是要到元素里头去搜图 去找图 可是搜图找图还是要时间啊 老师要花时间去找它呀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他帮我们用分析的方式 带出我想要的图片 好 来 第二个功能就是Canva的AI深图工具 好 在哪边 在应用程式 您进到应用程式里头 它有个功能叫test to image 那这个是我目前看过 用中文就可以产生的 用中文哦 好 您看我点它 点 你也可以打英文啊 好 那你点进来之后 首先你往下看 老师它下面有很多的样式 宽高比 你可以选哦 知道你要直的 你要方形的 你要什么模式都有 例如说我要直式的 好 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偏直式的 好 再来往上 上面这个样式呢 指的就是风格 画风 画风风格 你要哪一种 OK 那例如说我们来个极简主义 看它会怎么样 好不好 好 然后上面就要打字咯 打字的时候 它就会问你说 你可以提供这些字 好 提问的方式 提问我等下再讲 好不好 就是它的如何提问的方法 老师等会再来讲 好 所以这时候我要怎么做呢 我想要的场景是 在办公室 三个人 开会 白板 画面 因为它是资料分析嘛 白板画面显示 长条图或圆柄图 三人 这样就好了吧 然后 我想写说可以帅一点吗 人可以帅一点吗 我看到会产生什么 对 好来 这时候按下 Enter 送出 建立影 对不起 建立影像 来你看一下 这个AI一定觉得 老师怪怪的 是怎么样 好 等它一下 它就开始跑图了 那Canva的产生图 没有人 人在哪 他生气了 人可以帅一点 他不给我 知道吗 没有 因为我的要的是 比较极简风 所以它就呈现这个效果 极简风 我先拿一张拿来用 点它一下 好 这一张图就放进来了 好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换掉 你看 极简风的图 还蛮极简的 那如果我不想要 这种极简风格 我想要照片 我就回去查看全部 其实跟风格有关 知道吗 例如我要照片 好 那一样的再让它重新生成 有没有 极简风 它没有人像 可是照片它就有人像 这两个帅度可以接受吗 我是觉得还不错啦 好不好 好 所以假设是这一张 老师又点它 你看它图片就会放进来 好 那图片放进来 真语像是生成图嘛 图片放进来之后啊 您可以这么做 来 这也顺便讲一下 这张图我要替换它 可是这张图片 它其实是照片 对 它是照片 因为你把它删掉后 它没有那什么青天 绿地 然后白云的东西 那什么叫青天绿地白云 青天绿地白云是 Canva里的 我们到元素哦 排版的图片预留区 我们刚讲的是 合并链 就大量建立的时候 它有那个文字的位置 这是文字预留区 图片也可以做 图片的话 你就要往下找 找这个网格的一张图片 这一种 因为这一种才能调大小 上面这个只能够等笔缩放 网格的单装 才能够调大小 点它 它会带进来满版 你把它缩一点 这个要做什么 让它作为排版用的图片预留区 所以其实在刚才产生之前 如果发现这张图片 本身就不是预留区 您可以先把图片删掉 加入图片预留区后 再做大量建立 每一张图都会有预设 留图片的位置 那这种功能呢 可以把照片按住托放 它就放进来了 你看这人有点假假的 有没有发现 牙齿怪怪的 深层的 深层的关系 来再一次哦 按住托放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的图就进来了 那图进来之后呢 我就会把这张生成的图片 因为我是文字预留区 复制哦 Ctrl C 到这 点3 所以你看 如果你没有事先 把图片处理好 你现在在调图的时候 你变得你每一页的图像的位置 你都要像我这样 把它删除后再摆 所以这个在前面 layout的地方啊 也要注意一下 但没关系 我教学的顺序度的关系 我让你们知道它的痛苦 下一次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要早点做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到第二个图像 这条清理 好那清理我用的打扫好不好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生涂软体 点这里 曾经用过 它就在旁边 OK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打扫了 打扫的话 不能太脏 那一样办公室好了 办公室清洁 清洁中 有 扫 马 汲 水 汁 好来 那一样先往下找哦 尺寸一样是直式的 然后呢 看一下样式 样式里面它就有很多种 你可以自己玩看看 其实还蛮好笑的 应该会有很多有的美的东西 就是蛮蛮吓人的 这样OK吗 好啦 来个概念艺术看看 来重新生涂 所以它这里的好处是 等一下我会介绍观念 你会发现呢 其他的生涂软体 样式这件事 通通都要下语法 可是我发现 Canva的生涂 进步好多好多 它当初工人出来的时候 那个生涂真的蛮可怕的 就生出来真的是让我觉得 哇塞 这也是什么东西啊 那这个水质也太多了吧 怎么感觉上像是 你看这个水质 太夸张了 这水质等于是淹水了吧 OK 你可以再让它再重新生成 或是换样式 好老师随便点一个好不好 点它后 好后会带进来 带进来的之后呢 我就可以再把这个图像换过去 依此类推 这样 所以这是 透过Canva整合应用 Track GPT的生涂 跟大量建立 那你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很多页的简报 而且可以快速的产生 来这段OK 泳池 对它生成出来变泳池 有点夸张 好大家有没有问题 老师 同学们可以先玩看看 好练习一下这一大段 给它刺哦 然后往下记得一定要选尺寸 然后还有选它的样式 这边都可以去调整 好给你们练习以下下好不好 三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 来有问题问 生涂的工具呢 免费版也有 就是你个人的账号都有 但是大量建立的工具 它是放在付费的功能里面 所以呢 大量建立的话 要嘛就是付费版的Canva 不然的话就是你要有 教育云的账号 那如果是各校老师们 现在的Canva都有教育云的账号了 所以呢 它都支援给大学端老师用了 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那如果是个人版的 生涂的部分至少可以用 好所以Test to Image 这一块是可以用的 你就可以玩看看 然后记得描述词要多一点 不用打成文章的句子 没有关系 你可以调列式 一点一点的调列式 这样子 好 你看现在有水字嘛 可能水字是有点夸张 我把水字 少一点 有些许的纸张垃圾 好 看它会怎么样 来重新生成 但是这种图像 如果不是用生成的 光是找 你要找到符合意境的 还真的是比较 要花时间一点 好 你看一下 这个好小 只能不能小一个 好 看一下它的图像 对 然后我把它换掉 纸张的垃圾 然后这根哨把是怎么回事 还漂浮在天空 对 就完全有点看不太出来 所以你的词 关键词由您决定 看怎么去吓它 那它目前 当然跟Mijori比起来 还是没有那么强 讲实话啦 但是至少 我们在做简报上 我们不用看 完全全英文的界面 不用管 一天的点数是多少 不用管 次用次数 要不要换账号 其实Canva 对于老师们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小帮手 所以它既然有提供这个工具 我觉得我们可以玩看看 那 经不经致于否 有时候只是示意图啦 至少我们可以不用去 花时间找图像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不错的另外一条路 可以走 所以可以玩一下下 好 好 Canva这一段OK吗 目前为止 好 那我们再回来往前面看咯 我们再往后 对 往后面继续看下去 OK 没有问题咯 好 那再来比较偏向于 再难一点点的 你们可以 对 理解一下下 好 老师我们就Canva这边就结束了 OK 后面就是自己再往下延伸去做 再更细微细致的一个修改 好 来 我把Canva关掉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回来看 那如果在 呃 产生图像这一块 除了像这样的一个Canva的工具之外 它是因为坐在他们家的软体里头 所以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就刚刚好帮助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去处理它 当成素材来应用 而生成图像这一块 如果我要单独去生成 或是像网路上啊 大家在讲说 哇 那些生成工具都好厉害哦 啊是去哪里生成的呢 是用什么工具呢 来 我要教一下你们这一个 李奥纳多.AI 好 这个名称好想 你不能直接打李奥纳多 他真的会出现明星哦 这样OK吗 好 那就是 我们每次都戏称啦 李奥纳多.AI 这样知道吗 戏称说吧 所以你就找那个AI那一个就好 就他 好来 我们用看看他好不好 那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他 刚刚有解释嘛 Megelry现在是要钱才能用 连试用都不给试用咯 好 那你要拿多点AI的工具 它目前是一天给您150个coda 而且它蛮挺好的 它那个150的coda是每天reset 它不是一个月哦 它是每天哦 所以你等于是说今天用途用一用之后 那今天的coda用完了 你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明天又是新的 又可以继续用 所以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 那只是说它产生的图像啊 有些老师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设计师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两个比起来的精致度 或者是生成图像出来的一些 丰富的感觉 其实Megelry是目前深涂软体里面 真的做最好的 所以他才会那么多人去用它 只是就是 没关系来就使用者付费 如果你有兴趣 你有需要 你就付钱去用它 好不好 那我们来 因为为了上课 让你们了解到什么是生徒 我们用 里奥纳豆.AI来介绍 好 所以我们就连到网页上头咯 好 它长这样 那老师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啊 你要先给它你的email 所以这个地方 先送出 你就给它email 因为它一开始也是一样 就跟病一样要排队 所以呢 你给它email之后 你要等一下下之后它才能够用 但是我那一天用的时候 是我只要给它email送出后 大概隔几分钟吧 我就可以用了 好 所以你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下 但是先听我讲课 因为它有一些细节要介绍一下 好 那我已经有账号了后 我就点右上角的 好 登录 那刚才说我是白名单 好 点进去 好 我当天注册了就等一下就好 可是我是一早注册的 好 那现在就login进去 来 它是网页版 好 记得 它是网页版 那我也是用我的Google账号 我就登进去了 我没有再另外用其他的账 的那个什么 教育云什么 这个没有教育云 没有 就是一般的账号 来 那我现在进来之后呢 这个是里奥纳多.ai的界面 你看这是人家生成的图像 好 那当然他们有些生成图像是为了 某些的用途嘛 例如说可能设计需要用到 商业需要用到 可是对于老师来讲 除非你是设计学院的老师 你会用它 不然的话呢 其实我们应该也就是拿来做素材为主 那等下我会讲几个情境 好 那进来后怎么用呢 用法是这样 首先你看我 我昨天已经用了好几张图了 它今天又重新还原 所以呢 又是150 一条好汉 那每次用图的时候扣几点 有的扣两点 有的扣一点 不一定你看它当天 你每个功能看功能 它的扣点不一样 好来往下面 下方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做User Tools 这边 它就是生成图的工具在这儿 好所以我们点进来 好它界面长这样 OK 好那下面这一堆很可怕的图 没有这是我自己生成的图像 前几天做一些工具要用的 我自己生成的图像 好跟影片剪辑类有关的 好那你进来后呢 上面这一区就是你要生成的时候 需要给它的文字内容 知道吗 你要给它 但这边就接受英文 这边是接受英文 OK 左边看一下下 等会呢 我书的提示词 这一区是提示词 就是你要打在这 你要叫它做的事情 打在这里面 就人家说咒语啦 勇唱啦 就这个意思 打在这啦 然后再来第二个 它一次出现几张图片 这里它一次凸件的图是四张 那你可以改你要出现两张就好 它会给你很多选择性嘛 你要出现几张 然后你看右边它就跟你说哦 如果你现在要出现四张 然后呢你的尺寸是多少 816乘1024 好 右边还是再往下拉 等一下再拉好 你看右边这里 它会跟你说你现在生成的 这是这一次的生成指令 你会花掉六个token 了解吗 目前150啦 很够啦 但是有时候玩一玩就不够了 所以就是变成你要注意一下那个code打这样 那反正每天都150就是了 好那我们看左边 左边可以往下滑动 尺寸啊等等这边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里有一个功能比较独立的 它叫做image to image 这是什么 拿一张图像再加上您的提示词合并在一起 所以之前不是才有人家那个恶搞 什么川普啊 被抓去哪里啊 关啊或什么之类的一些恶搞的图片 那或是有些假图 怎么来的 就是有些是image to image 他拿那一张图像的特征留着 然后呢把什么东西换掉 换成什么的 就是类似这一种 但这种也要看软体的 他的那个资料 他的生成的技术啦 像MJURI之前那些看到的有问题 都是在MJURI上面产生的 他的那些假图 他的精致度 合成的精致度比较厉害 知道吗 每个工具不太一样 有些工具刚出来 可能还没有到非常的强 所以这小的一下下 好那我要生成什么图呢 来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个 那个例子 我要做资料分析的图像 我要素材 好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到这里 我会到去HPT 因为他要打全部都是英文 所以呢 如果学生他可能自己全部打成一个段落的英文 有问题的 我都用这个来打 好那假设我们用刚才的 在办公室中有三个人在开会 好那会议白板的画面为这个数据表格资料及长条图 你跟他讲越清楚越好知道吗 那这是情境的描述 好那假设这样 然后呢我打完之后呢 情改成 以前是像米Jerry 米Jerry 米Jerry 你要跟他讲他是那个语言 你可以跟他说 我改成米Jerry的什么什么东西 或改成什么什么东西之类 然后我有一次测 我想说那我把它直接翻成中英文就好 他也可以成功哦 用英文他也是OK的 所以你看如果我不指定是什么 我改成英文就好 再早期一点是还要跟着那个语法走 现在你看改成这样子哦 那你如果英文很好就直接打没关系 试看看 好你看我这样好了后 我把这一串复制 过来 好在上面这一区给他贴上去 然后贴上去之后呢 他就会直接帮我去产生 那我这个就会画到六张图 六个币啦 六个币 好那我按一下咯 然后这是排除 排除什么 我不要什么东西排除掉的意思 来 产生生徒 那你要等他哦 这个要时间哦 现在已经快很多了知道吧 早期刚出来的时候 好多工具都要等好久 还不错 只是他白板整那么多层啊 这种公司怎么那么多 他是合成上去的 有没有发现 那白板也太多层了 好来 你看一下 这里 出现了结果 好那出现了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老师的尺寸 有没有 老师尺寸设定到 816乘向1020 只是的 所以他为了要补 他就把这个有点 拼贴再拼上去 有没有发现 好 那假设假设 我想要改变他的尺寸 例如说 我想要是 1024乘1024就好了 就是正举行 正举行 好再来 往上看 这边再按一次 他会再重新算一次 所以你看 当他再重新算一次的时候 他的尺寸就会改成 1024乘上1024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那个提示字啊 我现在发现 其实打英文就可以了 你看 他就出现 合成有点 有点 怪 有没有看到这里 他的合成没有很OK 你看这人还悬空 是怎么回事 发现没 人还会悬空 就很怪 所以可能在 关键词上面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想他有时候出现会有这种问题 那再还有可能是这里 我这边好像改到了 是不是 这边 他有很多的风格 您可以去改变他的风格 也就是说他的引擎 用什么样的软体 做出来的引擎 这样知道吗 这边有很多 所以呢 您可以随便选一个 如果你都不认识他的话 没有关系 你就让他再跑 好那记得 每次跑 就算我没有下载 我只要有跑 你看我一直还在选择当下 就扣点数了 他就会扣点数 这好很多了吧 你看 风格改变了之后 就让他帮 我请他帮我自己选 你看风格好很多了 知道吗 你要把风格改掉 好风格改掉之后呢 这张看起来在打架 在吵架的样子 然后你看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好笑 怪怪的 因为他生土的关系 好那我就用这张图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可是这个人的脸太近了 好那我就学问点一张 你点他之后呢可以放大欲 看这张图你喜不喜欢 所以你看 这很假 你们放在这里怪怪的 三只手耶 了解吗 所以大家才会说 米九里真的是产土 产的最 最正常的一个引擎 有些引擎不是很OK 你看它产出来就会是这样 会看得出破绽的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但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这件事就好 不用急 因为呢 我相信这几个月 一定会一直一直一直 有新的东西跑出来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知道吗 而且会越做越简单 越做越方便 然后并且越做越精细 这样知道吗 好所以 这个会跟你的模型有关 这个 会跟模型有关 所以它有Diffusion 这个可以选 然后李亚纳多的 然后这是比较可爱 卡通的一个样式 您都可以自己去选 它相关的 然后再让它跑 试看看它会不会是 深涂的时候 精致度再提升上来 这样OK 要记得哦 你看老师 到现在一张图还没下哦 可是我已经用掉129了 对不起 用掉20几了 有没有 21张 21 150嘛 21就不见了 好来 你看它跑出来的 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好不好 先知道一下它的观念 所以这是李亚纳多 比较下来 它很多的不精确性会被发现 好来 那我们在生成图像的时候 好我先下载好不好 不好意思 来我现在找到这张图 我想要它了 往下看 它可以帮你把图片做去背 但是一样要花那个点数 然后如果要把它抓下来 你就按下载 好点它后 这张图片另存新档 就可以把它存下来了 所以生图的用意就是 在教学端 我们可以 对于所有的老师来讲 一般普遍型的 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作为素材使用 这样OK 好那因为工具的关系 我只好先介绍这种免费的 至少你们可以懂 原来这就是生图 就这样 那这张图生下来真的很可怕 你看这个人跟那个房子 有点可怕 好来 回来咯 那这个是李亚纳多点AI的生图工具 那后续微软已经上架咯 微软那一天我看到它自己的 生成工具也出来了 Adobe也出来了 我都有去排队 Adobe要排队 微软那一天是可以直接用 但是微软有点数 二十几点而已 很快就扣完了 所以生成是影像这一大段 我觉得啦 之后就是都付费的天下 你要好 你要漂亮 就是要付费 就是以付费的部分来走 现在都是走这个方向 很多厂商都是 连训练都是 他们相片大师也可以做 人像的一个AI了 但是也都是每一张都要花钱 而且 不便宜 我觉得 就可能产生一张图像 出来要一两百块 其实蛮可怕的 好来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刚才这一个是 生成式的观念 知道了后 我要怎么生成 才会好看 或者我要怎么生成 它才会是比较精致 好 其实我这边有帮你们 做一些统整 但这个有点难喔 我先讲 就是比较偏向于 观念式的 刚才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呢 老师会发现 你要给它说明 情境说明 除了情境说明之外 事实的描述嘛 你可能还要加一些形容词 加一些名词啦 加一些动词啦 让它去产生 它才会是产生这样的图像 所以它其实整个语法上下来 好 例如说这个文本提示 你要给它生成图像的描述 然后呢 有时候还会要给它一些方法 那这是Mijuri的语法 因为在Lianado那边 它已经把这个功能 加到旁边的工具了 所以这就不用下参数了 然后呢 Image to image的部分 你给它一张图片 它帮你产生出对应的图像 也不用写语法 它就在左侧就有了 所以呢 就要看工具 有些工具需要有 有些工具没有 而刚才Canva的生图 没有参照来源这件事情 它没有参考图的功能 所以每一个不太一样 但原始上大部分就是三大区块 好 那到底要怎么样生成图 才会变得好看 我研究了这一块之后 我真的发现 要能够生成图漂亮出来 真的需要有专业能力 什么叫专业能力 描述这些文字之外 你要知道 一个画面中 需要哪些的元素 还有镜头 还有光线 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单纯的 好 我们在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哇 它需要下那么多的东西 才能够阐述真的好的图像 好 我给你们看一些些范例 跟一些应用的逻辑 好 那这个是我整理 我们整理出来的 那个关键字的部分 例如 你要跟他讲 你的绘图风格是什么 我要 什么赛博庞克 这个是我们去翻那个 艺术史超过来的 然后我要跟他讲 我要迪士尼的风格 我要皮克斯的风格 或者场景 风格物件 超现实 以前念书的时候 谁管你 这什么东西 我都没有关系 我只认得漫画风格 结果现在 我要回来看的时候 你反而要用这些风格 来告诉他 你要什么 物件 你的物体是什么 你要用某个艺术家的风格吗 请你把艺术家的名字写出来 而且都在英文的 好 你要使用哪一个游戏的画风 你也要写出来 所以他的关键字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给你们看范例 来例如说 你看 刚才我讲的关键词 我刚写的这个 苏克鲁神话 反乌托邦 我下了这五个关键字 这是米歇里做出来的 他可以帮我产生这四张图像 很特别 所以你的关键词 如果你只是打英雄跟宇宙 没有人会理你 可是你再加一些 跟画风 跟风格类有关的东西 哇 那个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好 那在下这个语意的时候 语意很重要 例如说 这个例子 你要清楚的语意 如果我希望有猫 然后猫他们在开会 但你如果写 就是猫在会议中 有没有 到底是什么 是会议中有一只猫 还是猫在会议 还是猫正在会议 猫在会议中 还是猫在开会 有没有 好绕口令 好 那你看 我下了这个词给他 后他跑出来什么 他跑出来这个 一堆人在开会 中间有一只猫 真是莫名其妙 有没有发现 好 可是哦 如果把词改掉了 改成这个 三只猫聚在一起聊天开会 好 你看他出来的图是什么 是这样 有没有 精致度就不一样 而且他就会明白了 你到底在讲的话是讲什么 好 所以你要给他很正确的语意 这件事情重要的 好 那除了语意之外 我跟你讲可怕在这里 我怎么知道原来图片 你跟他讲的时候 还要有视角 还要有灯光 你看这是我们学影像的 就会拍摄影片 就会知道 我们在写脚本的时候 我们就会写说 好 这个镜头我要特写 这个镜头我要抓广角的 好 你要什么镜头 你可以跟 你们拍摄的时候 不是有远近 中景 近景吗 这是可以写的 好 那灯光也是 你可以跟他讲 你要柔光 你要硬光 还是要冷光 OK 你可以把这些写出来 好 我给你们看范例 这个 这是想要走商业摄影 例如说我们拍一张 那个蛋糕的 制作蛋糕的方式 或者是 可能是一个情境 情境像 例如说 好 吃蛋嘛 吃蛋老师 可能有一些是跟 护理类型有关 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 吃的食物里面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等等之类 假设他放的蛋糕 他想要去呈现蛋糕 好 你看 如果我只是这样打 我打草莓生的蛋糕 特写跟柔光 我把特写跟柔光放进来的 至少他的镜头是特写 而且像这种 嗚嗚的感觉 有没有 很漂亮的这种柔柔的味道 这就叫柔光 呈现效果是柔光 好 所以这是一种感觉 OK 一种情境 可是呢 如果我再加强 加强 鱼翼 我让他画面的镜头感 更有feu 加什么 加摄影跟对焦 您只要加了摄影跟对焦 之后他会更有商业摄影的感觉 所以你要加这几个关键字 例如说摄影风格 电影 远景 对焦 景深 你把这个词写给他 好 你看哦 刚才的草莓蛋糕是这样 现在草莓蛋糕变成这样 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会更有摄影 就是更有那种立体感 一些很漂亮的那种纹路什么的 那种立体感会出 而且后面背景做柔焦 因为他做柔光 然后特写的关系 所以他把后面柔焦掉了 那只是加了字哦 他就变不同的效果 好 所以同样的逻辑 像这张图 这张图我们是用废墟 广角镜头跟暖光 产生那种昏暗的感觉 黄昏的感觉 那种这个光线的感觉 一样的 我们透过镜头语言 跟他讲 我要再加上摄影跟对焦的时候 他这张图像出来的效果 就更好看了 有景深的感觉 广角镜头 你看电影风格 暖光 味道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在做素材的 我们可以讲提炼 提炼图片的话 对吧 提炼图片的时候 你如何下关键词 比ChatGPT 下的那些提示用词 其实会需要更多的专业能力 听懂我的意思吧 他会跟你的专业能力有相关 所以你下的词给他 他产生出来的 就知道这个人对于画面的构图 有没有概念 了解吗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让你们知道一下下 那画风这种东西 我怎么知道有哪些画风啊 来不好意思 好好念书 好不好 网路上有很多这种画风 像这个他会写说 什么graphy什么东东的 而且好多 不同的画风哦 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哦 超可怕的 那这是我们公司的那个 陈老师他去整理出来的 就是他在网路上找这么多的画风 把他放上去后 让他去产生出来 你就会发现 原来在艺术领域上面 他还蛮复杂的 只是说老师我们在教学上 如果要伸出这种图像 我们不用这样搞自己啦 太辛苦了 好不好 好 那这些图像他能够做什么 可以怎么用 我是这样用的 例如我在教学的时候呢 例如说我有教网页设计 那我就会想要用它 应用在我的课程里面 让学生来做 构思来做 提案 学生或许他们还没有能力 可以做到那么漂亮的图像 可是呢 我们可以 因为其实在商业市场都是一样 我们都要比稿 都要比价 那你都要提案 提二到三个模板 给客户看 所以你可以透过 深图 这是深 这些图都是用明星做的 用语法在这里 我都有想语法在这里 UI Design这边 把语法写在这里 他会帮我们找出 做出来是这个 Loading Page 就是我的所谓的欢迎页面 那当然还有在下其他东西 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只是说你这句话要给他 他会帮你做出像这样的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可以做什么 学生他就可以透过这种layout的方式来解释 他想要设计的风格是什么 那或许学生能力真的没办法做到那么漂亮 只是说 我可以让他在前期的需求规划的时候 拿这些图像当成概念图 当成示意图来呈现说 我可以这样子做 那我觉得会比空谈更有画面的意境可以去呈现 所以这是网页设计的案子 然后这是logo设计 这可能比较偏向设计学院的 池袋应该没有设计学院嘛 对不对 这比较偏向设计学院的 让各位知道一下 好那这是有几个语法 我打在旁边 老师可以看 如果你想要出现插画型的 你要记得写插画风格 这个是我要求的风格 他就出现这种味道哦 然后你后面就可以跟他讲你要做什么 好那如果是像这个 这也是风格型的 跟他讲什么样的风格 他会产生出来 所以他其实有好多是跟艺术类有关的 然后这个叫做等轴测投影 给他这一行就好了 然后其他就自己写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大概15岁小朋友的一个女生的房间 没有女生在里头哦 然后color就是颜色都是粉红色的 他就帮你画出这样的图像了 所以你要跟他讲专业用词 他就知道你要做这一类的图像 这样了解吗 那这是线稿 画那个线稿图 线稿就是one line one line drawing 那你就是台北101 他就出现台北101 可是这个太单调 后来我们再加上一个industry 就变这样了 这也是 有stree 那这个V4是他的版本 我们有加myjorie的版本上去 他就给不同的东西 这个都可以拿来做一些 例如说城市规划的时候的示意图 然后后面的这边就比较偏向于实体的物件的 那个类型的例子 这个知道一下 这是简报 像简报设计课程的时候 可以用它去做template 然后就可以去呃 呃呈现一些不同的画面呈现 这个也是用它生图的 那生图软体啊 有个比较弱的地方 它是没办法生成文字啦 那文字真的有够烂的 我觉得啦 所以呃对 看你们怎么用 那我自己的做法 现在在课堂上是这样 我这学期的电汇 呃影像处理是PS课 我请同学去网路上找很多海报 然后找了很多他们想要改做的海报 例如说他们找了一个电影的海报 电影海报里面呢 他们想要有一些元素 自己用Photoshop做出那张海报 可是做出那张海报呢 问题在于没有材料 我就请同学自己上来生图 那他可以去生各自的小素材 生出来之后拿下来后就去备 然后去做海报的合成 所以我这学期的期末作业就是这样做的 让学生可以做这样的应用 然后呢 我本来的另外一个企划案是 想要让同学呢 针对一个主题去设计 用它生成海报 生成出来之后 就这个海报的layout排版 去找素材后 用Photoshop或是illustrator 把它画出来 把它做出来 那大家会觉得说 生图不是就可以拿进来用了吗 没有 实际上的市场是 业主都会需要修改 我们不可能给业主是一张图片 有时候会谈说要给专案党或什么的 那一定要有设计 一定要有专案党 目前的生图都没有办法升专案党 所以他根本不会取代设计市场 他只会让设计市场的专业度提升 很烂的设计是会消失 就这样 因为很烂的设计是用它来产生 概念图之后去提案 案子拿到了 但是做不出来 知道意思吗 我觉得会变成是这种问题 所以在设计领域的课程 可以这样子规划 好 来 然后像 这也是生成图像的部分 然后这是海报素材 我叫学生先输出 设计好内容后 输出这种梅花树 他就可以找到这些树 那这些树你在图库网站应该会找不到 找到它之后呢 把它去备 然后合成拿来用 所以这是我觉得 可以应用在教学面上头的 除了老师的各自的海报素材 对不起 各自的各式各样的简报素材之外 这个是教学中可以带入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觉得很适合中文系的老师 就是有时候中文不是有很多古文吗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想出来说 古文怎么样来玩生图 我要确定学生对于 这个意思懂不懂 我们可以请学生把 例如说窗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写成中文字 写成中文字之后 就用chapd翻译 翻译完之后拿进来生图 来比赛 哪个人生图最符合意境 这个在语言教学类的 就会很好看 很好用 他就可以去用这种意境的方式去呈现 那像磁弹比较多是 例如说护理类型的或是一些相关医学的话 假设啦 如果你们要让学生 你们有些东西可能都是比较偏真实图片 对不对 就不是那种卡通漫画 对那你可以用一些情境 例如说这个人昏倒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人昏倒 眼睛半张开的图像 然后他会把你生成 你就问大家说 当遇到一个人长这样子状况的时候 你怎么解决 你的处置方式的SOP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可以拿来这样做情境的应用 所以这个是诗词描述啦 让大家去比赛谁的图产生最像窗前明月光 好那图出来都蛮好笑的 然后这里是第二句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产生出来 你看这个故乡 它这里有故乡图 然后月亮好大一颗 然后这个窗也太大一个了 就有时候蛮不符合现实的 但是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在讨论的过程里 然后各组去产图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挺不错的 这个给老师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这个例子 窗前阴光这样 好那以上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想说AI工具啊 要带老师们认识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讲 压力也很大 而且很多很多AI工具可以串 但是他们每一个AI工具 顶多就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的课程设计呢 想要从老师们平常就有在用的工具下手 就是Canva 所以Canva里面生图 产生各式各样的素材 我觉得这件事是真的不错的 那我有去为了 因为有那么多的 开始陆陆续续很多AI工具出来了 我有去找一下 有什么样的AI工具是不错用的 那老师这边有列了一个网站 bestwebbs.com这个网站 我点进去哦 这个网站里面呢 它就是很多很多的AI工具 超多的 这里 它就有分哦 然后有些是要付费 有些是可以试用等等 现在AI工具都是这样 那等它慢慢整合吧 我觉得 但是有几个 我觉得您可以试看看的 例如说 好它这边其实有 上面有帮你们进行分类 那你可以点选分类后 你点进去 它就有一个AI软体 然后这个软体进去后 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于 单一单一的工具 那里面的功能 我有用过一个 但我今天可能来不及讲 好我有放在这边 好的 慧云再麻烦您帮我老师贴 这个网站 在里面的 它可以把文字转成Google简报 一样的 你在他们家的平台 打字上去后 一点它就帮你变成简报档了 可是它的排版蛮 蛮阳春的 就是没有很漂亮 所以我看完它之后 我发现 不如我就是直接用 Canva做搞不好比较漂亮 所以我就把它抽掉 换成Canva的方式 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些AI 然后这个我还蛮推荐的 自动上字幕 这个真的不错 我用过它 我有一段影片 大概30秒吧 的自我介绍 然后开场 我用影片丢到这个平台上面 让它帮我上字幕 它真的可以上字幕 而且它的字幕上的精准度挺高的 就是我的字的一模一样 这样好精准 那这种工具呢 不用想 它一定要付钱 但是 它蛮好玩的 但是 它 每30天会还原 然后是 30分钟的影片 就是你偷偷丢给它 是30分钟的影片 让它跑 然后它跑完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上字幕 所以它有reset 我觉得现在会有reset的功能 也太佛心了吧 就是不是只有用完而已 那像这种就是AI的一种 你看我做给你看哦 我已经先丢好 因为我想说我来不及交 我把我的影片放进去而已哦 我就把影片上传而已 我啥事都不用做 你看它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 这里播一下 好 那它有些字会这样分割分割 是因为字的空白 你把空白吃掉就好 它这边可以 ispro to test 或者是srt 你把它输出下来之后 再把它的空格 用寻找取代 整个取代掉后 我就再把它的字 再放回YouTube里面 作为细细字幕 这就是AI的一种应用 那这种AI工具真的超多的 所以呢 刚才老师给您的这个网站 是我找到 目前所有跟AI有关的 它把它列在这 它是一个集结型的网站 老师们就可以找 例如说 test to speech 或者是什么test to video 或者是你要找music的 你要找什么learning的 它一大堆都有 你都可以自己去找 这样了解吗 好 YouTube本来就可以上字幕啦 老师讲的是有人帮你自动把声音转好之后 自动上后 然后把它丢上去 知道吗 就是一下子全部都丢上去的那一种 它 对 它本来就可以上了 那 它现在有自动的语音转文字吗 还是有 我不知道 对 老师可能 maybe有 那有更好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用 对 那我昨天 礼拜三教学的时候 我是用这一套工具 让学生把他们做好的影片 行销影片丢上去 然后加字幕 对 那这种工具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让您可以自动的 把它丢上去 全部字幕通通好了 就自动好了 然后就可以再拿来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这些AI 每一个工具 每一个工具都很独立 有兴趣可以自己玩看看 但是我还是最期待 微软 Adobe 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平常工作 就在用的软体 当他们的AI工具 一介入进来之后 我就不用跳出去 再用其他的工具 我只要all in one 在一个界面里头 该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好 那这是我觉得 我们即将会遇到的世界 好不好 好 那以上的部分呢 这边就给各位练习一下 跟知道一下功能咯 OK 好 老师有分享说 YT有自动侦测也 太好了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以后会更轻松 更方便 好 微导也有 微导也有自动侦测功能 很多软体都有了 好 那我的部分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